田三二是南城有名的乞丐 别看他大字不失一个 但他机灵、活泛 特别会说讨喜的注词 别人讨一个铜板 他能讨俩 这天晌午 田三二正躺在路边睡觉 只听当郎一声铜板响 他一个鲤鱼打挺立马起身 端起破碗 一边点头哈腰 一边唱喜歌 大爷大爷发大财 明年一定买豪宅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说着 他抬头望望赏钱的人 只见他身穿蓝大褂 脚灯断面鞋 那人与田三二四目相接 却一脸惊讶 田三二赶紧换词 大爷财多福更多 顺风顺水更顺心 说了两句 那人还是一脸错愕 田三二纳闷了 心想 难道是说到了对方的忌讳 田三二刚想走 却被对方一把逮住 田三二以为要挨打 对方却说道 好掌柜 您怎么也会沦落到这部田地了 田三二一愣 自己是万年乞丐 怎么成掌柜了 便解释道 大爷您抬举我了 我哪配当掌柜的 再说我也不姓好呀 我姓田 我跟您干了两年 虽然见面不多 但模样我还认得清 都说风水轮流转 凤凰也有落鸡窝的时候 您进而落魄了 不丢人 不丢人 说着 那人静自顾自地乐了起来 田三二也算见多识广 眼前这位分明是落井下石 看笑话呢 毕竟认错了人 田三二理了理砸乱的头发 又用黑亮的袖子擦了擦脸 让对方细看 那人瞧了又瞧 最后才吹头丧气地走了 没想到几天后 那蓝打瓜又找到田三二 一次就给了他五个童子 田三二乐得嘴都快歪了 他刚想唱个全本的喜词 却被蓝打瓜一把拦住 乐呵呵地说道 来 学着我说 给老爷我上茶 咱就一起盖 不会唱戏呀 费什么话 让你学你就学 学好了有赏 一听有钱 田三二来了尽头 有模有样地学着说 给老爷我上茶 有点意思 说机灵点 机灵点 田三二一连学了十几句话 蓝打瓜越听越乐 要请他去酒楼吃饭 田三二也不细想 就跟着他去了酒楼 酒足饭饱 蓝打瓜开口了 怎么样 想不想以后天天吃 天天吃 做梦都想 蓝打瓜笑道 那就听我的话 保你天天喝酒吃肉 这蓝大瓜名叫马福 本是京城惠金钱庄的伙计 因为手脚不干净 被钱庄好掌柜 发现后开除了 前几天 他把乞丐田三二 误认成落魄的好掌柜 空欢喜了一场 但马福回家后 动了歪心思 他想 这田三二和好掌柜 无论样貌 声音都十分相似 绝对能以假乱真 马福知道 汇金钱庄 在全国有好几家分号 好掌柜不常去 若让田三二冒充 好掌柜去偏远的分号 兴许能骗出一笔钱呢 马福将计划告诉田三二 田三二一口便答应了 这事要是成了 他能落一笔银子 不成 光脚不怕穿鞋的 自己烂命一条 也不损失什么 怎么算都是天上掉馅饼 田三二毕竟是个乞丐 今年累月的风吹日晒 肉皮子又黑又糙 身材又干又瘦 要想真正的一架乱真 必须得先给田三二补补身子 马福把田三二带回家 给他洗了热水澡 请剃头师傅给他修面 打扮了一番 接下来 马福天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田三二 田三二整天胡吃海喝 很快便追上了好掌柜的身材 接下来 要改造田三二的衣着和仪态 可笑的是 换上新衣服的田三二 竟然不会走路了 以前不论到哪儿 低座床天坐背 想歪就歪 想躺就躺 现在一身绫罗绸缎 走路都不知道先卖哪条腿了 马福只得手把手的交 他拿着架子在前面走 田三二学样子在后边跟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田三二出道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马福带着田三二收拾妥当 直奔惠金钱庄 最远的济南分号而去 一路上 马福反复教田三二一句话 燕子低飞 要捂风 并强调说的时候要干脆 要着急 要斩钉截铁 还要带点火气 田三二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问马福也不说 只叫他必须练书 到了济南分号 马福没有马上动手 他们先找了个附近的客栈 住了下来 等了好几天 田三二有些急了 问 怎么还不去呢 马福解释道 虽然好掌柜不怎么来济南 但每年济南分号的孔掌柜 都会去京城总号好几次 熟悉好掌柜 孔掌柜在 估计得穿帮 为了万无一失 再等几天 马福知道 每年这时候孔掌柜都会进京 果然 几天后 孔掌柜走了 马福行动了 他充当田三二的随从 按计划走进了济南分号 二人一进店 眼间的伙计立即认出好掌柜 赶紧召回代理掌柜 全店上下诚惶诚恐 不知京城的大掌柜 为何突然出现在这里 田三二真没白手训练 面对众人 他不慌不忙地坐上圈椅 镇定自若地说 给老爷我上茶 众人闻言 立马上茶 有个伙计动作慢了些 田三二指着他的鼻子训斥道 机灵点 田三二笃定地喝着茶 问 孔掌柜呢 伙计说去了京城 代理掌柜略带疑惑地问 好掌柜远道而来 不知所谓何事 身旁的马福 偷偷掐了一下田三二的胳膊 田三二赶紧说出了那句 燕子低飞 要无风 一听这话 伙计们愣在原地 面面相去 马福见识说道 大掌柜发话了 你们都聋了吗 代理掌柜不好意思地说 听见了 听见了 可票 马福急了 大掌柜有急事 票以后再不急你们 要是耽误了大事 你们担待得起 一个个的 没眼力见 要是孔掌柜在 哪有这么多废话 还磨蹭什么 还不快去 代理掌柜觉得这是颇为蹊跷 却说不出哪儿不对 他犹豫再三 还是带人走向了帐房 原来 燕子低飞 要无风事钱庄碍语 意思是遇到急事 诉取五百两银子 本来光凭碍语是取不出银子的 还需要有钱庄的票据 但大掌柜的这张脸 现在就是票据 代理掌柜将装满五百两银子的钱箱 交到了田三二手上 马福心中暗自窃喜 两人刚想走 代理掌柜说 慢 他替田三二掀开箱子盖 说 好掌柜 五百两银子都在这儿 您验一验 满满当当白花花的银子 立即沾满了田三二的双眼 尽管先前马福已经令他见过了世面 但田三二这辈子 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银子呀 田三二内心一时狂喜 他瞪直了双眼 忘了自己该说什么 田三二虽然没吭声 但他见到银子那惊喜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代理掌柜心里更是生疑 他故意把箱子往田三二面前写了写 几块银子顺势从箱中掉到地上 滚落在田三二的脚边 发出了当当当当的声音 代理掌柜想用这招来试试 若这人情不自禁地去捡地上的银子 必然不会是真正的好掌柜 谁知田三二听到这个声音 回过神来 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磕头唱了起来 大爷大爷发大财 明年一定买豪宅 村里人都知道徐虎胆子大 前几天深夜孤身擒贼 也都知道徐虎怕老婆 一进家门老虎就变成了小猫 徐虎才不怕人家笑话呢 老婆小鹰长得又俏丽又精明 怕这样的老婆心甘情愿 说起那天孤身擒贼 徐虎还是忍不住笑 那天徐虎去镇上办事 遇上了老同学 两个人一顿酒就喝到了半夜 这么晚了没有车 徐虎打电话跟老婆小鹰汇报 批准他找个旅店住一夜 徐虎喝得晕晕乎乎 不知怎么 就走进了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巷 发现不对正要转身 呼听头顶上有动静 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黑影从三楼的一扇窗子钻出来 不用说就是个贼 两个人一对一 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报警 徐虎一下子来了精神 看那贼正要抓住排水管往下溜 可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包脏物太矮事 扔下来又怕发出响声 正在看着下边犹豫 徐虎走到贼的下面 朝着他一个进耳的招手 示意他把大包丢下来 那贼先是一惊 再一想可能是巧遇了同行 手一松把大包丢了下来 徐虎利落地接住大包放在地下 待那贼快落地的时候 猛地大喝一声 抓贼啊 那贼吓了一大跳 手一松跌了个脚朝天 徐虎顺势骑在他的身上 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喝道 不许动 再动我掐死你 吓得那贼不敢动了 邻居们闻声跑出来 把贼扭进了派出所 事后徐虎才知道 那个贼偷的正是邻居潘寡妇的娘家 年轻俏丽的小寡妇提了礼物来谢徐虎 徐虎心里洋洋得意 小鹰心里酸酸溜溜 过了几天 村主任通知徐虎 让他到镇政府去一趟 徐虎问有啥事 主任卖关子 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徐虎估计一定是好事 也给小鹰卖关子 只说是去镇里参加同学的婚礼 婚礼肯定要喝酒 小鹰考虑到 徐虎孤身勤贼的英勇表现 不但同意了徐虎的申请 临出门的时候 还给他念了一段顺口溜二 出门在外 老婆交代 少喝酒 多吃菜 够不着 站起来 晚上回家老婆有安排 小鹰这样念有缘故 前几天徐虎去临村看舅舅 结果被两个表弟 灌得断了天二 回家时不知怎么就认错了门 一头撞进了邻居潘寡妇家 倒在炕上便睡 吓得潘寡妇直挖乱叫 周围这么多邻居 徐虎解释不清 为啥偏偏闯进了小寡妇家 至今一直被小鹰制裁 晚上只许睡沙发 现在老婆终于有了安排 乐得她点头不迭 徐虎到了镇政府 才知道因为她前几天 深夜孤身勤贼 上级已经批准她为 建议勇为先进个人 今天是请她来参加表彰会的 表彰会很隆重 领导给她披红挂彩 颁发了证书奖金 散会以后 贪寡妇的娘家人感谢徐虎 为他们挽回了损失 一定要宴请徐虎表表心意 酒席也很丰盛 徐虎起先倒还记得少喝酒多吃菜 可是架不住人家 一个劲地夸她机智勇敢 轮番过来敬酒 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快到半夜才想起了老婆交代的话 赶紧丢下酒杯往家跑 走大路回家太绕远 抄金路就要经过一片荒地 那里曾经有许多无主坟 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杂树乱草 夜里更显得阴森恐怖 徐虎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 找准了回家的方向 只管静止前进 这天没有月亮 眼前一切朦朦胧胧胧的 只能看出个轮廓 徐虎磕磕绊踩踩走了十几步 呼觉脚下一滑 啪叉摔了个狗吃石 爬起来一看 才发现前面的荒地变成了工地 坑洼被推土机推平了 里面的积水溢出来 到处都是烂泥 徐虎仔细看看 发现旁边还有一块荒地没有动工 便绕开污水走了进去 蹚着杂草没走几步 呼听耳边一阵嗡嗡声 借着天上的微光一看 只见杂草中一层黑雾生腾起来 没等它看出是什么东西 这层黑雾般的东西就包围上来 无数小米粒般的东西撞在了脸上 钻进了头发里脖子里 先是觉得奇痒难挨 接着就火辣辣地疼起来 徐虎这才知道 原来都是吸血的小猛虫 徐虎一边拍打一边走 快走出荒地时 忽然看见不远处 好像有个黑影在移动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 徐虎蹲下来 借着天幕的微光一看 这个黑影 竟有一个洗脸盆式的大脑袋 妈呀 大头鬼 徐虎吓得酒都醒了 跳起来撒腿就跑 跌跌撞撞地 不知摔了多少跤 总算是跑出了荒地 站住脚回头再看 大头鬼没有了 眼前出现了一条闪着微光的小河 向着河对岸仔细看看 隐约可见村子里微弱的灯光 徐虎松了口气 小河上有一座小桥 找到桥也就找到回村的路了 徐虎估摸了一下方向 觉得桥应该在自己的西面 于是顺着河岸往西走 亮亮呛呛地大约走了十多分钟 就是不见桥的影子 反倒觉得离灯光越来越远了 难道是走法了 徐虎转过身来再向东走 又走了十多分钟还是没找到桥 徐虎站在河边愣住了 小桥怎么会不见了 徐虎听说过鬼打墙 半夜里让人四处碰壁回不了家 可是没听说过鬼拆桥 难道今天就让自己碰上了 眼看过了半夜 徐虎急眼了 他娘呢 就是真有鬼老子也不怕 你敢拆桥我就敢跳河 徐虎估摸 小河也不过五六米宽 就算跳步过去也能够到岸边 说什么也不能在河边困上一夜 徐虎倒退了几步 冲到岸边纵身一跃 不料酒后两腿发软 河边又湿又滑 刺溜一下窜出去 咕咚一声落在了河中央 好在他会几下狗刨 扑通扑通地就往对岸抱 刨了几下 又不知被啥东西扯住了腿 徐虎知道这条河淹死过人 难道碰上了淹死鬼抓替身 徐虎又急眼了 凭啥要给你当替身 你敢抓我就敢踹你 徐虎使出吃奶的力气连灯带踹 终于挣扎到了对岸 爬起来朝着村里的灯光 撒鸭子就跑 村子在山坳里 刚才在高处还能看到几点灯光 跑到近处 却只见一片黑乎乎的房子 村里的房子没有格局 都是些横七竖八的小家道 徐虎估摸了一下回家的方向 顺着房屋间的小家道摸了进去 小家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走不多远就碰了臂 徐虎只好退了回来 另找了一条小道再摸进去 谁知走不多远又碰了臂 这次徐虎真晕菜了 碰上鬼打墙了 这么晕下去不是办法 徐虎摸摸眼前的墙 也不过一人多高 索性就在急一回眼 管你什么鬼打墙 你敢打墙我就敢跳墙 提了口气向上一窗 抓住墙头爬了上去 他正要看看墙里是啥地方 不料墙头上的砖都疯化了 哗啦一声塌下来 徐虎连人带砖一起跌了下去 咔嚓砸翻了墙边的酸菜缸 水淋淋的刚爬起来 对面房里的灯亮了 原来是跌进了人家的院子里 一个女人尖叫起来 来人呀抓贼呀 徐虎听出来了 这女人正是攀寡妇 这不是碰上了倒霉鬼吗 徐虎慌忙压低了嗓子招呼 别叫别叫 俺是徐虎 寡妇门前是非多 贪寡妇怕啥来啥 放开嗓子叫得更响了 左离右舍的人们 拿着棍子铁仙冲了过来 徐虎只好跑出院子 冲着人们直摆手 没有贼没有贼 俺是徐虎呀 黑灯瞎火地走错路了 人群里冲出小鹰 你倒会走错 俺带你认人家 一伸手凝住徐虎的耳朵 疼得他嗷嗷直叫 被小鹰牵狗似的拖回了家 邻居们都知道徐虎要挨收拾了 有的来劝劫 有的看热闹 小鹰就在院子里开庭审问 为了自证清白 徐虎也不怕丢人了 一一照实供述 哪知刚刚供述完毕 邻居老赵就哈哈大笑起来 啥大头鬼呀 人家工地运来了好多材料 故我给他们寻夜 我看猛虫太多 拿草帽蒙上纱布做了顶防纹帽 说着举起防纹帽晃了晃 这不 我寻完夜刚回来 邻居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鹰骂道 你脑袋让驴踢了 真是疑心生暗鬼 徐虎不服气 那你说鬼拆桥和鬼打墙是咋回事 看看天已经蒙蒙亮 小鹰一跺脚 反正我也睡不着了 咱们马上去实地勘察 小鹰和徐虎来到了小桥 先顺着河岩向西搜索 走了不到一百米 就在河边发现了一处 脚踩手扒的痕迹 水淋淋的还很新鲜 小鹰指着说 看吧 你就是在这儿跳的河 徐虎点点头 小鹰向左右看了看 你找桥的时候 先往西走了十多分钟 徐虎又点点头 小鹰又问 反回来又往东走了十多分钟 徐虎挠着头皮说 是啊 可是 小鹰笑了起来 缺心眼儿的东西 那不是又回到老地方了吗 你往东再多走几分钟 不就是桥了 还是老婆精明呀 徐虎也笑了 俺还以为是鬼拆桥呢 小鹰称道 什么鬼拆桥 你是最糊涂了 徐虎又想了起来 是谁在河里扯俺的腿呢 小鹰指指河面上浮着的一片水草 就是他 徐虎拍拍脑袋 俺还以为是淹死鬼呢 小鹰又笑起来 什么淹死鬼 你是吓糊涂了 徐虎顺坡下驴 是啊 俺还以为是鬼打墙呢 哪知道就跳进潘寡妇院里了 小鹰一下子板起了脸 什么鬼打墙 你这就是装糊涂了 完了 碰上倒霉鬼才是真的 这一回又解释不清了 接着挨制财吧 小鹰转身往家走 徐虎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 忽然碰到衣袋里一件硬硬的东西 掏出来一看 原来是封在塑料夹里的证书和奖金 这是正能量啊 虽然自己疑心生暗鬼闹了笑话 可毕竟是邪不敌正 如果没有正能量 自己早就下滩了 跳错墙算什么 只要咱把这件宝贝亮出来 看你小鹰怎么好意思制裁 想到这里 徐虎的腰杆子马上就挺了起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